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接下来拍一个续集 那首先先请观众朋友 在我们的丰富频道里面的理财小百科 帮忙点个赞 订阅我们丰富的YouTube频道 那再加分享 好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来谈两个议题 一个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说 如何选好的指数 或者是选到对的指数 跟如何选到好的ETF 跟选到对的ETF 那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说 选到好的ETF到底可不可以赚钱呢 当然好的ETF是比较容易赚钱 但是坏的ETF 是有可能会赔钱的 所以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你怎么选指数的问题 好 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个指数 那目前全球的指数我们大概可以分三类 大家看一下这个 所谓的广基指数的话 就是目前比方说大家常听到的台湾加权股价指数 一个交易所所有股票不管好或坏 全部加进来的指数 那这个就是广基指数 已经超越了一个交易所 当然我们看一下成分股指数 那大家很熟悉的 0050追的是什么 就是成分股指数 那这个成分股指数的话 是台湾50大的股票集合起来 那由一家公司来编制 那另外比方说像美国的S&P500 或者是NASDAQ100 这个都是 还有Dow Jones 那这个是大家要熟悉的指数的话 我建议先从这个成分股开始熟悉 再来最后一个是由专业机构来编制的 那专业机构编制的话 大概国际有三大专业机构 大家看一下MSCI 再来就是FTSE 台湾的50指数就是它编的 那还有S&P 这些都是三大指数的编制机构 例如说它有编了一些 比方说5G的 或者是目前非常夯的 ESG的指数 所以我建议如果对指数不熟的 先从台湾50指数 这成分股指数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 那到底你要 投入哪一个国家的指数 那你要投入哪一个国家指数的话 我把所有台湾 今年7月份 这个机构 调查出来结果 这个机构里面台湾 比台湾市值还要来得高的国家 全球第一高的那就是美国 钱都往美国跑 所以你更应该要了解美国的指数 再来就是中国大陆 再来是日本 但是问题是我们台湾买日本的商品的话 是有点隔阂啊 那买美国的是比较方便 那买中国的话 那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ETF都是连接中国的 怎么说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国内成分的这个权益ETF档数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是发行国内买国内的股票 最高的是谁 有期档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高股息的 好多的投资人都好喜欢领股息 那这个要小心 待会我们再来介绍这个有危险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发行全一类追踪国家的指数 排行榜 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一名15党 15党是美国吗 大家觉得说 看一下第二名的12党中国 所以你更应该了解 中国指数跟大陆指数 这个美国的指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如果对于指数 要有一点深入的了解的话 我建议先从台湾的指数 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 跟台湾50成分股指数 这个是广基指数 我们刚刚介绍的广基指数 那这个是一个成分股指数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形 这可是这台湾指数公司 从网站上面我画出来的 这是追一年 一年的基准大家都一样 结果跑了一年之后的话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咖啡色的 是跑赢绿色的 所以一件事情 就是成分股 通常会跑赢广基指数 不只台湾这样子 大家来看一下 美国的部分 刚刚我们看到 美国的这个NASDAQ指数 NASDAQ指数的话 是NASDAQ交易所的 那NASDAQ100 是NASDAQ100大的 这个公司所集结起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这也是跑一年 这是Yahoo Finance的 那有没有看到 这绿色的在上面 这百分比在这里 这跑一年 也是成分股 跑赢广基指数 也就是NASDAQ100 跑赢 这个NASDAQ指数 大家不相信的话 大家来看 中国大陆的指数 好 中国大陆也有广基指数 也有成分股指数 那有没有看到 这上证指数是蓝色的 红色的是上证50 也是50档指数 很类似台湾0050 那么看到红色的 在上面 跑了一年 红色在上面 所以根据三个国家 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大概就是成分股指数 会跑赢广基指数 会几率会比较大 好 接下来 大家就觉得说 大家看到台湾发行 国内的ETF 最多的 那就是高股息了 那高股息的话 大家最喜欢来比什么 比0050跟0056 那应该 如果不熟悉的 往网路上 大概 大家找一下 大概可以知道 0056是什么 好 我们一样 用台湾指数公司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绿色的是0050 咖啡色的是0056 高股息的 一样跑一年 跑一年 有没有看到 绿色的跟咖啡色的 哇 相差这么多 越跑越远 越跑越远 跑越久 跑两者 那价差 距离越拉越大 所以不要被高股息骗了 0的股息 本金 可能会 这个跑输 这个最标竿的指数 那我们用这个数字来看 这样表格的话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把这两个表格 用一年三年五年的这些风险值 来去做比较这两档基金 这两档基金我想应该台湾的 这个投资人很喜欢比 说0056 因为可以领股息比较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指数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阿法值阿 阿法值就是超额报酬意思 越大越好 那越大越好的话 那有没有看到 左手边的都赢右手边的 看beta 这个beta值 beta值是风险 有没有超越大盘 如果超过一 那就是超越大盘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样0050 比较优 再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追踪误差 追踪误差的话 基本上还是0050 比较小 那0056就比较大了 好 再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溢价的部分 折溢价 那折溢价一个是付的 一个是正的 这个可能不胜很准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来比 总管理费用 你的净值被人家偷偷拿走的 那就是管理费用 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 0056管理费用 百分之7点 0.76 0050的话 百分之0.43 诶 两者 将近一倍 多一倍 我跟你讲说 你的所得税 是20% 他的所得税 是10% 那你觉得 你会不会抱怨 绝对会抱怨 但是问题是 大家都觉得说 是百分比非常小 但是这两个 价差一倍 所以你被扣的 根本就不胜之道 大家我们会看到 这个周转率 什么叫周转率 这个周转率的话 代表说 他买 他拿了你的钱 去换股 那换股的话 频率如果高的话 这个数值会越大 我们不管这个负的 负的就是停止不动 而且还继续 根本就以前的 继续保持住的意思 我们看正的就好了 0056一天到晚 再换股 换股要不要飞用 要羊毛出在羊身上 好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 这个0056 可以领高股息 0050 不领高股息吗 有 他也有领息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的殖利率 是3.14 这个殖利率是5.46 只有他胜利而已 所以这边围堵 高股息的部分 一年多2% 但问题是 你看一下这些报酬率的话 这些报酬率的差距 可能一年可以差到 34% 那34%以上的话 你再把这2%加进来 两者差距 还是存在的 两三%以上 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台湾发行 入股成分的ETF的话 好 我这边介绍了几档 投资中国境外指数的 大致上目前台湾发行两档 第一档是 这个投机性非常高 你去查询 所谓的台湾台币交易的 这个ETF的话 原则上 这个都是排名第一名 这投机性非常高 这一档是连结式的 他把你的钱 拿去买香港的ETF 第二档 是直接将国外的ETF 拿到台湾来挂牌 所以也是国外的 但是上面这一档 也就是他拿你的钱去买国外的ETF 费用还要再加费用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大家要买大陆的 这个股票ETF的话 原则上会想要买A股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两档 这两档非常像 那MSCI A股 那我们看到这也是MSCI A股 很类似A股中国 这个两档都是ETF 但是大家要知道他最重要指数 他最重要指数一个是MSCI 中国指数 都觉得奇怪 反正都追中国 追的不一样 这是中国的A股 国际通指数 大家看一下 这国际通指数 可是全部都是A股 百分之百 问题在于说MSCI 这个China Index 这个中国指数 追的可是中国概念股 A股大概也占百分之二十而已 其他也有买到A股 H股 还有ADR等等的 全部中国概念股 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的 你要追的指数 可能不是你要的ETF 好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如果你要追的是美国S&P500 这个我列了三个国家 这个都是追S&P500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台湾的费用一级高 所有这边费用里面 你比方说排名就好 是最高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了 这个追踪误差 也是最高的 所以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去追国外的指数 你就要买当地发行的ETF 会比较妥当一些 从这张表格应该非常清楚 连香港都赢我们 好 那如果大家看这个 选了这个S&P500之后 其实在美国S&P500 它还在分 在细分 说你是追的是成长股 还是价值股 好 这是追的 中间这条曲线 是追的是S&P500指数 上面这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咖啡色 咖啡色的 它真的是追一年 咖啡色的话 是成长股 成长股在这边 那这边蓝色的部分的话 是价值股 所以有没有奇怪 价值股怎么跑输S&P500 因为它把它分类了 那所以这段期间成长股 跑赢大盘 所以你已经盯上了 S&P500指数之后的话 你可以再细分再去找 那些指数对你比较有利的 所以今年以来 大概成长股最有利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万一你指数也不懂 也没有办法挑ETF 最后一招 就把全世界买下来 那这边介绍了两档 这两档是因为 这两家公司 是全球知名的发行商 一家是Vanguard 是这个领航 那另外一家是iShare 这两家公司分别出了各一档 把全球的股票全部买下来 如果你指数也不懂 你ETF也不懂 那我建议你观察这两档 起码它跑赢GDP 每一年起码也都跑赢 定期存款 所以你如果什么都不懂 你看一下这两档基本上 没有什么差异 它的报酬率跑到十年 大致上都差不多了 五年一年也大概差不多 都15%了 所以你看一下它管理费用 0.08 对照下来我们的0050 百分之0.43% 几倍 你的所得税是5% 别人所得税是5% 你的所得税可能是30% 所以对照一下 所以这两档 至今而为止大概是一个 这个趋势是跟全球的GDP 趋势是差不多的 来我们这一集做个总结 你要选对的指数的话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资金往哪跑 那你就往哪去找指数 目前是美国 中国日本 再来选该国最具规模的指数 你不要去选那个规模非常小的 再来第三个 你要选成分股 不要去选广基指数的全市场 然后再来怎么选ETF 也是四个重点 第一个不要只看ETF的名称 你要看他追踪的指数成分 再来不要只看高股息 那一般的ETF其实也会配息 就像是0050 0050对应上0056 第三个相同的ETF 那就要选什么 选低管理费 还有选什么 低追踪误差的 最后一个 那指数在哪国 那你就要去买那一国所发行的ETF 这样子 它的追踪误差 还有管理费都会比较低的 最后 如果你完全都不会选的 那就是选 刚刚介绍那两档ETF 买下全球 以上是针对一些 这个比较细部 如何选指数 跟如何选ETF 做了一些介绍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